所以这不是从外头来的 能达斯告诉我们 自信本无动有 那就是自信本定 受能言达的 不是修来的 末后一句能生万法 整个宇宙一切万法 自信生的 所以对于一切众生 受罚界里面的一切众生 我们都是同一个体 同一个自信 同一个发生 你怎么能不爱护你 你怎么能不帮助他 所以他迷了 要帮助他回头 要奔一天 那么这三种都叫附体 我们要欢欢喜喜 尊敬 养护 下面说果报 你真肯这样做 诸佛菩萨都是这么做法 事故如等 也得人天尊敬 因为这个缘故 你这样修这个因 你得的果报 你们将来也会得到 人天尊敬 你供养 敬人这 人很禁止 你肯帮助别人 别人就会帮助你 不会吃亏的 所以我们学佛 同一个学谦虚 决定不能有傲慢 为什么呢 傲慢是违背信的 情绪是信的 你看天主教的玫瑰经 这我过去曾经讲过 玫瑰经圣五段 第一段的时候 就讲圣母玛利亚的谦卑 把这个摆在第一条 我们佛门里面 你看看许多餐仪里面 图一句话是 一切恭敬 一心顶礼 这都叫谦卑 那普贤菩萨神愿 头一天叫到我们 离尽祝福 祝福 有过去福 有现在福 未来福 三世祝福了 未来福是谁呢 一切众生 对一切众生的不尽 就是不尽福 平等的供给 不但对于一切人要供给 对于蚊虫蚂蚁都要供给 你不要瞧不起它 它真有灵性 我们后长称蚂蚁菩萨 它真的知道 它被蚂蚁跟蚂蚁像那样 它称我菩萨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一趁他菩萨 他的自尊与人起来了 他会跟我们合作 很有默契 我是鸡虫蚁菩萨 所以如果你没有